我想請教是張主任 這是第案24 北部的這一名退休的婦女67歲 那意外所撈出來的 結果今天公布 這是他跟他同住的 大約是40歲的女兒 包括這是他的外孫女 兩個通通都中了 從他的病程跟今天所衍生出來的 第25例26例 你認為這傳達出什麼訊息 醫護人員接觸了 因為他病程非常長 這麼長的狀況底下一旦有醫護人員 重的話台灣做好準備了嗎 張主任 其實我們應該從2003年的 SARS的慘痛教訓 我們得到很好的經驗 從那時候開始 其實我們各個醫院都有準備好 就是萬一傳染病發生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去應付的一個 SOP標準流程出來 我們看這個24例 第24例這樣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以這個我們篩檢了這麼多的 我們接就是醫護人員接觸的醫護人員 他都是陰性 所以這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的醫院的防護工作做得很好 這個真的要謝謝我們的所有的醫護人員 還有這個就是說其他就是說我們疫情中心這樣的 還有其他的相關的人員 這是確實我們真的做得很好 大家真的不用擔心 那但是有一些小漏洞 就是說 就是說以這個案第24例來講 就是要提高警覺不是只有醫療人員 醫護人員也不是只有政府 全民都要動起來 接下來接下來要做什麼 以第19案例來講的話 他節外生枝就是他的妹妹 這一塊又要開始追 那還有這個第24例就還沒有明確 不過他也大概可以掌握一個方向 現在我是我推測 就是以那種福爾摩斯的方向去推測 應該他這個就是他這個女兒 小女兒的同學 這個應該就是1月6號 他的媽媽跟他這個女兒的同學 這個同學1月6號跟他們見面之前 他事實上是有杭州 就是在疫區回來 所以那個就跟我們台商一樣 他只是沒有症狀 但是你說說沒症狀 就代表他沒事嗎 因為現在這個病毒是很厲害的 他沒症狀他也會傳染 所以這個就是說不要以為 相信說他反正沒症狀就沒事 所以你覺得這個女兒的同學 要特別注意 請他回來 或是說能夠拿到他的血清 然後跟我們這個第19例的 這個台商一樣 就是把血液做抗體檢查 如果是陽性 那我們就可以鬆一口氣 如果不是陽性的話 那我們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謹慎 就是說到底我們是不是已經潛在的已經有社區的感染這種問題在我們的社區裡面在動 所以這個就是說我們一定要很小心很小心很謹慎去處理這些 那再來可能因為肉燈整天 我們我相信疫調的那個能量可能會不太夠 所以一定要看能不能趕快去增加一些 就是說反正我們現在很多公衛系的學生也把他們借這個機會讓他們有時級的機會 那就是把他們增掉來給他們一點就是說車馬費或怎麼樣來增加能力來去追 到最後一會兒 到最後一會兒